朋友觀看 來 請問 請問 就是夫妻情侶之間 也有會存在 性騷擾 我們不要講 就不用提到性侵害了 牽手並不表示 我讓你牽手並不表示 你可以聞我 我讓你聞我 並不表示你可以摸我 我讓你摸我 並不表示 你可以跟我發生性關係 所以無論是男是女 其中一方只要表示他不舒服 他不想 你就必須要停 如果我們都承認這一點的話 那為什麼 這些法官會以 這是企圖發展 婚外情未遂 這樣的理由 這樣的理由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只要說 在追求的過程 只要說在雙方 你牽了我的手 我就可以允許你下一步 法官學院的作用 這個機關的目的是什麼 主要的是 法官及其他同仁的在職進修 這些法官要不要上課 今天做出這些判決的法官 我們要求 以後所有的法官同仁 每一年都要接受 不是 就不是 不只是這樣 我們當然都知道 每一個機關都會有 對於性評教育的宣導 甚至課程 在職訓練 但是至少 司法院要怎麼樣 讓這個社會看到 你們對於這個判決 是不同意的 甚至我剛才提到 你們這種判決 如果以這些法官對於性別意識 居然是這樣 我們如何相信他們在其他的法律見解 是可以讓被告或者讓社會幸福的 你至少司法院要有所作為 你們既然有法官學院 既然有在職訓練 既然法官學院有性評教育的課程 這些法官難道不應該接受 個別的輔導 不應該立即送進法官學院上課嗎 你們提到說我們態度輕描淡也不對 司法院過去從來沒有對 對不對喔 是我們的感受 這好像是不是性侵啊 是被害者的感受一樣 你不可以用你的角度來指責說我不對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司法院過去從來沒有對個案表示意見 不過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已經表達結論不同意 承辦的法官我們要 這樣還不夠 對於這樣子被認定 關於性的性評意識不夠的人 我們能不能給他一個 當然建議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建議 那法官在判決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正確的性評意識 難道不重要嗎 你們可以建議 你們只能建議嗎 平常教育是要 我剛才特別報告 就每年都要接受 但是因... 那顯然這個教育是無效的 這個教育是不足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些法官 難道不應該特別教育嗎 你們的作為 具體的作為 至少這個就是具體作為啊 我們再研究看看 這個法治上可不可以這樣做 這個... 因為它變成一種懲罰 MU長 MU長 下個星期我還是 輪職當招委啊 你不要搞到我們每一個禮拜 都要請你到我們 司法法治委員會來一趟啊 你自己看著辦 在路上 我還是會說 我們筹